就听长篇恐怖悬疑小说《黄河鬼市》 娃子 躲一躲 老鬼比我的反应更快 在我腿发软 脸发绿的同时 他就把我朝后用力一推 我连滚带爬的后腿好几米 那片从棺材山汹涌而来的黑压压的东西直直作响 数不清的各种各样的虫子 还有和小猫那么大的老鼠 翻翻滚滚挤成一团朝我们这边猛窜 那些东西让我恨不得一头撞死在石壁上 恶心又恐怖 虫子和老鼠就和疯了一半 说到的老鼠在这拳头那么大的潮丛 吱吱乱叫着就奔了过来 那阵轻轻的又有些奇怪的声音再次传来了 它昏暗的阴山峡深处飘飘荡荡 一瞬间乱七八糟狂奔而来的各种虫子 还有老鼠仿佛得到无声的指令跑得更快 老鬼站在我面前 一瞬间被黑色浪潮给淹没了 我根本跑不及 不等翻身爬起来 几只最前面的老鼠已经跑到我的面前 虚子娘的 我完全被吓得有些麻木了 一只脚白只老鼠踹到后面 手脚并用匆匆爬起来 转身就跑 但身后不远处是成片的遗骨 再后面是泥潭子 躲都没地方躲 一个池一间几只好像土鳖一样的东西 顺着裤管爬到我的身上 每一只足有巴掌那么大 我甩着身上小包袱把虫子拍打掉 调整方向 一口气的跑到附近石壁旁边 现在完全没有路走了 只能顺着石壁爬上去 居高临下的跟那些东西对峙着 熬过一会儿断一会儿 这可能是我这辈子爬了最快的一次 但是双脚刚刚离地 几只很大的老鼠打着滚就咬住我的裤脚 我惊得双腿乱蹬 两只手死死扒着石壁上凸起的石头 身子旋抠着 把裤腿上的老鼠给甩下去 我爬得很快 直直地爬上去四五米高 石壁上没有合适的地方 只能侧身贴着石头 一只脚踩着一块石头 那种感觉没办法形容 在我爬上去的同时 一大片老鼠虫子已经涌到石壁根部 贴着石壁连连打砖 这时候那阵要命的啾啾声又传来 贴着墙根打砖的老鼠 随即就开始朝上面爬 我抽手扯下腰间打回鞭 这根鞭子没有我爷用的那么顺手 但好歹也下了几年功夫 鞭子一甩 一下想把爬上的两只老鼠给抽下去 我力气用得很足 两只被抽中的老鼠吊下去之后 四腿乱晃 吱吱地叫着 惨叫不绝于耳 我就这样挺着 凡是要爬上来的东西 都是一鞭子抽回去 情况稍稍好了一会儿 我才有机会去注视老鬼那边 老鬼依然提着那盏气色风灯 不知从什么地方 就过来一把绣的铁驼子样的刀 刀捂得虎虎生风 一刀拍过去 一片老鼠虫子被排出去很远 老子 老鬼从观山那边喊着 是你不是 但是没人回应 那阵啾啾声反而更加急促了 在那阵声音催促之下 围着老鬼的无数虫子挤成一团一团的 像球似的朝老鬼涌过去 老鬼刀子一挥 扑得打散一群虫子 就用在这个节骨眼上 一只大老鼠 嘶嘶咬着老鬼手里的锈刀 怎么都不肯松嘴 老鬼急了另外一只手 一把把大老鼠给扯下来 老鬼那双手上力气不知有多大 抓着大老鼠是连声惨叫 跟老子比狠 你瞎眼了 老鬼可能真的闹了 手上一用力 那这大老鼠肚子顿时被挤爆了 你吃财神肉 老子就吃你的肉 老鬼开始跑 想从那片无穷无尽的虫堆里冲出来 但是它只要一动 就会有一阵啾啾声传来 所有虫子就立即调转方向 一路紧追着老鬼 老鬼那么大年纪了 不过年轻时肯定打熬的一副好身体 灵敏的像只兔子 一时半会儿之间 它可能不会有事 但是棺材山里面 涌出的虫子和老鼠太多了 我躲在石壁上 眼睛眨都不敢眨 一想到 如果两个人力气用劲 被虫海包围起来 头皮就忍不住的发麻 老子 你逼老子翻脸是不是 老鬼气得不轻啊 一边跑 一边从观山那边大声喊着 但是始终没人回应 他喊得越凶 那阵啾啾声就越急促 我就觉得 事情肯定是不对了 我从老鬼和宋百亿当时的交谈中察觉出 之所以来阴山峡 是为了找一个人 那人大概是和福子七门里头的孙家 老辈人的事爷爷根本没有讲过 但还是从老鬼嘴里听到一些 和福子七门里头的人 在槐树林里磕头喝血酒 一起拜官老爷 用我们这的话说呢 也就是拜了靶子了 老鬼几十年没有露面 但宋百亿看见他的时候 依然是敬畏恭敬得很 然而 阴山峡里的孙家人 如果不是出了什么意外 该对老鬼下手吗 想着 我心里就更加紧张 觉得今天的事情 是难以善终了 始终没有人回应 老鬼就闭上嘴巴 一个字都不说 他飞快地跑 一边把追过的老鼠和虫子打散 一边在分辨 这些虫子老鼠 完全是跟随那阵奇怪的 啾啾声而动的 我想 老鬼可能是在分辨 那声音的来源 那阵声音很缥缈 让人分不清楚 到底是从什么地方传来的 而且发出这阵声音的人 或许就一直在不停地移动 目标很难确定 老鬼来来回回跑了很久 难免有疏忽的时候 我看到 这只大老鼠和虫子 顺着它的后背 爬了上去 一只大老鼠 已经离老鬼的脖子很近 被这东西咬上一口 吓上可能会很惨 但是 我离老鬼太远 根本帮不上忙 只能惊叫了一声 老鬼头也不回 两条手臂一震 后背的虫子 被硬生生弹了出去 他吐了口唾沫 对我喊道 娃子 顾着你自己 比这吓人的东西 好得见的都多了 没事 话音未落 那阵让我讨厌到 极点的声音 又一次飘到耳边 老鬼的头猛然一转 这一次 他可能察觉到了 声音是从什么地方传来的 五只锈刀开路 风驰电掣一般的 朝观山那边 扑了过去 我躲在石壁上 不敢乱动 看着老鬼 绕到观彩山的后面 就无法再观察下去 心里火烧火燎着 但是 过了不到几分钟 从观彩山那边 很狭窄小路里 突然跑出一个人 最开始 我还以为是老鬼 可是再一看 不是他 我当时就猛的一激动 当时就想 这人应该就是 那个发出啾啾声 驱赶老鼠和虫子的人 终于被老鬼给逼出来了 一旦被老鬼发现 那人就再也躲不掉了 对方可能 对阴山峡里的地形 非常熟悉 但是老鬼追得太紧 那人连掉头机会都没有 只能顺势朝入口那边逃 他的身影灵敏轻盈 跑得很快 在快要接近 层层叠叠的一股时 猛然一转 冲我这边就跑了过来 我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但是 手下下意识一动 打鬼边 啪的就甩过去 那人确实很灵活 这一下没有抽中他 但是 却让他动作一慢 老鬼追得非常近 接着个机会纵身一扑 从后面抬手抓住了 那人的衣领子 几乎硬生生 把他给提了起来 紧接着 老鬼另外一只手 呼的就握拳倒过去 他被扔火了 力道很猛 这一拳就要砸在脸上 绝对会打成满两花的 被老鬼揪住的人 陡然发出一声尖叫 我心里一紧 因为从尖叫声中 能听得出来 这是一个女人 我一下子 从石壁上跳下来 伸手打开自己手电筒 光线照耀之下 我看到老鬼揪着的 是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子 可能是常年 不见太阳的缘故 她的脸很白 乌溜溜的眼睛 在我和老鬼身上 挨回乱转着 目光里全是畏惧和惊恐 老鬼揉揉眉头 估计没想到 被这样一个小女孩 给搞得焦头烂额 但是她的拳头 硬生生的 在对方脸前给止住了 啾啾声一停 那片老鼠和虫子 就立刻失去指挥 走不远的地方 乱转了一圈 却没有冲过来 这个女孩子可能是很倔强的 尽管吓得发抖 却一举求饶的话都不肯说 老鬼放下拳头 想了想 语气融合了很多 说 娃子 不要怕 跟我说 孙氏涌在哪 我很怀疑 这个女娃子 有没有跟外人接触过 天生有种强烈的排斥 她咬着嘴唇 那张白脸上没有一点血色 不管老鬼怎么问 她都闭着嘴不肯说话 老鬼脾气不好 乃着性子问了几句 有些焦躁起来 你这个娃子 是聋了还是哑巴呀 老鬼皱着眉头 上下打量着她 过了一会儿 老鬼焦灼的表情上 凝固在脸上 声音微微有了一些发颤 说 娃子 跟我说 孙氏涌 是你爷 还是 那个女孩 突然咬着嘴唇 应了一声 拼命点头 眼睛里 顿时涌起一股 眼泪来 她不说话 只是 嗡嗡个不停 不怕 老鬼的语气又变得柔和很多 松开那个女娃子 缓声说 不怕 我是你爷的朋友 几十年没见了 转转过来找她 娃子 跟我说 你爷呢 在哪呢 在那边 女娃子眼睛里眼泪 像断线珠子一样 伸手朝棺材山的后面方向指了指 她极力忍着 却还是没有忍住 哭着说 爷爷不理我 自己在那做了好久了 我给她端饭 她不吃 和她说话 她不硬 一个人 做了好些天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黄河鬼尸 喜欢本故事 别忘了在声音下面 打赏一下 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 有声的紫金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